來自六角鄉的消息 四年一度的基層農會選舉的顧問19何期刑 農事修組組長一名會員代表好選人 今天登記 今天到六角鄉農會登記的有獎金百人 日前已經登記好評總幹事的丹宜華 也跟港町山修組長和代表人 正來登記 利丹宜華也基出 未來若是動算總幹事後 將會地裂推動由一農業環境 他欺負年輕人留在向來為農業打招 四年一度的農會農事修組長 農事修組長會員代表 今天開始登記 上午10點左右 六角鄉農會變旧集中間百人 九路人馬之家在公中逃情一場 依照人口比例多算 六角鄉農會農事修組長應算24名 會員代表45名 在登記完成日後 將在29號來選舉 連一間登記後平總幹事的丹宜華 也拜登港町山 參選修組長和代表的好選人 來到農會登記 感謝我們六角鄉 我們在鄉親 拜登到我們這次 幼華所提名的在農會代表 修組長 我們今天就一同 做一會來聯合登記 幼華如果有機會 來順利動選到我們六角鄉農會總幹事 一定會擅長更大的福利 來幫助我們鄉民民 改善他們的生活 讓我們在年輕人民 可以蓋他們一些 較新的基準 來回來 讓他們 有辦法接受到在老一輩的經驗 能夠接受到農業的發展 感謝我們 多多在鄉親 這次 和幼華 到三天 感謝 另外六角鄉農會總幹事 有三個人登記號碟 有六角鄉公訴 總部擔幼華 農會退公佈主任李滴憲 這萬五元分隔壁 李擔幼華在北東登記的時也表示 未來如果動選總幹事 立後 將地的退黨 優質農業環境 已蓋陰在地 也就是出外郵住 迴鄉打拼 尊新聞 朱瑞欣 六角鄉 蔡鳳報登